王凯回应成龙慕斥演员不惊艳 邓超吐槽彭宇远很自恋 闹动大开 这些神剪机你见过吗 你敢开枪吗 你敢开枪吗 团队来到好吃好给李波利 还在点新面独家共鸣播出的娱乐乐凡天 各位好我是金泽源 大家好我是紫薇 请大家呢关注乐凡天的官方微信和官方微博 就有机会呢获得由萧央严密尔主演的喜剧电影 秦胜的电影票送给大家 或者是呢宋佳林家栋主演的我们的胡哥哥 友情出演的犯罪学义电影 那年夏天你去了哪里的电影票送给大家 所以呢欢迎大家赶快来锁标吧 哎我发现好久不见紫薇 我发现你的机型变好了很多有没有 不过就话说回来 最近这个贺岁当即将要出现了 你看很多的影片都开始积极的备战 就比如说我们程鲁大哥主演的最新的电影 铁道飞虎也是在宣传当中了 这一次呢也是利用了很多的这个男性加盟 比如说我们的凯特王 听说呢拍马戏竟然遭殃了哦 昨天电影铁道飞虎在上海举行应候见面会 主演王凯桑平亮相现场 一身花灰色长款风衣先生的凯特王 一登场就招来现场无数愚昧的尖叫声 而此番和成龙大哥一起拍电影 动作戏份自然是少不了 徒手把火车搞空自由跳等桥段 更是家常便饭 而当一众迷媚心疼凯特王的一双 直接分明的眉手 是否会无情惨遭虐实 小编告诉你 凯特王的双手安然无恙 只不过另一个部位可就遭殃了 四千人成龙大哥在某采访中 直指某位演员不敬业 更是放出狠话 看你几十万 死花一出 一众年轻演员纷纷躺香 泰德王你怎么看 大家也别误解了大哥的一番好心了 将来在圈内人缘甚好的成龙大哥 此次也一如既往地捕获了王凯这群年近一倍的心 果然不管年龄几岁 做个永保同心的老小孩 真是到哪都会受欢迎呢 小编联评 大哥这称号可不是徒有虚名呢 彭于怨好身材遭羡慕 邓超吐槽彭于怨很自恋 不知大家是否还记得两年前呢 充满文艺气息的韩寒导演处女作后会无期 如今国民岳父带着他指导的第二部电影 又来跟大家见面了 昨天电影《乘风破浪》在北京举办定档发布会 导演韩寒写邓超彭于怨等主创亮相现场 从当天曝光的电影预告来看 之前在《湄公河行动》中 以硬汉形象全文无数的彭于怨 这次却要驾驭一个八十年代小青年的中芬发行 画风变化这么大 不知彭于怨对自己有信心吗 他们自在看了一下然后还给赵琳 可能还是赵琳 心疼的没在场都会躺向的另一同学三秒钟 而在现场邓超海爆料彭于 为了保持心肝好身材的终极秘密 竟然是每餐都要生吃很多大蒜 就是彭自然有个秘密 可能大家都不知道 就他虽然就是说一男神 就是滑线条各方面 我后来知道他是因为跟蒜有关系 他是一个特别爱吃蒜的人 就是生蒜 就是我们的心里也兄弟每天我跟他最紧 就每天都是这么紧的 对 然后每天吃完饭我就说 黄蒜你有吃蒜 又吃了 不要了 超爱吃蒜的 真的 小编点评 那排文细节 有没有吃蒜呀 彭于怨好身材遭羡慕 张涵宇向彭于怨请教健身技巧 彭于怨保持好身材有秘诀 张涵宇是羡慕的不要不要的 昨天一场盛大的直播平台战略合作发布会在北京举行 影视大亨王正渭也开始投身直播行业 还带来了硬汉大叔张涵宇站台宣传 此前在电影《美工河行动》中 张涵宇的好身手着实令观众们眼前一亮 活动当天 张涵宇透露自己是一个健身爱好者 跟那些专业健美的 我们没有追求那个专业健美 我们这个工作比较匆忙 有时候拍起戏来就 所以只要做到我心里觉得我这样就可以了 不见得需要练多大的维度 那健身如此有心得 想必你和彭于怨应该很聊的来吧 有啊我们俩老在 不约而同在健身房见面 因为我们拍的那个戏啊 动作特别多 必须你得有每天都得有运动 没有运动的话 第二天拍戏时候不是蛇哥 不是蛇腿 因为你没活动开啊 那他会给他们的能做指导 还是你们自己给他做指导 在进行 我主要是向他自主 他因为是健身达人 他特别喜欢健身 小鞭点兵 我们都爱肌肉行男 近日奥运冠军何文娜回到家乡福建 为某手机娱乐APP担任代言人 而自李渔奥运会后 微博宣布退役的他 当天的打扮可是一反赛场上的运动形象 一身性感镂空短 裙配上精致的妆容 甚为之认 只是不知这位已宣布退役的 蹦床公主 接下来有没有打算和许多体坛前辈一样 进居娱乐圈呢 还是看时机吧 没有刻意地去安排什么东西 所以就是在等待最佳事情 那小编就要爆料了 近日何文娜已经悄然出现在 我们东南卫视的最新真人秀节目 好运旅行团的录制现场了 觉得很有意思 小编点评 期待蹦床公主的真人秀首秀哦 蓝帆天综合报道 前几天呢 Selina是在这个微博上发了一张合照 但是呢有网友就注意到 这么冷的天气 她怎么穿的无袖呢 于是就有一些恶意的网友就诽谤她说 穿无袖又露伤疤 真的是又博同情 看到这些我真的觉得还蛮替Selina心疼的 紫蕾真的我觉得你说的很对 因为我觉得Selina现在这个阶段 她根本不需要去伤疤 去护士什么关键 反而我要为她的行为点赞 我觉得她是一个很勇敢的女孩 因为她勇敢去证实自己的问题 我觉得咱们娱乐圈就需要你这样一股青牛粉 这两天 和解贺子明的离婚风波闹得是沸沸扬扬 贺子明日事发声明 他两人正在协议离婚 不存在出轨 没想到这各种原委还没弄清 围观群众还没反应 贺子明引迷惠就抢先脱粉 并反思偶像 发微博决决地表示 再见 我们瞎了眼了 网友们纷纷感慨 虽然有点意气用事 但是贺子明的粉丝 简直是饭圈三观症的一群人 其实饭圈三观症的粉丝还有很多 上能监督偶像工作 下能直到偶像生活 遇到事还能匡扶一下正义 比如说正在拍摄舞动乾坤的杨阳 在被爆出的路透视频中 就神神地受到了伤害 看着在泥地里打滚 还被拳打脚踢的杨妹妹 可心疼坏小别了 可她的粉丝倒好 虽然喊话让导演们好好虐她 我们不心疼 这粉丝们简直比亲妈还严厉 这边洋洋粉忙着女偶像 那边给粉红小工具周杰伦 制造粉海的贴心粉们 对偶像也是毫不手软 前段时间接受采访的杰伦宝宝 泰妍自己胖了13公斤 而粉丝们都看不出来 谁看不出来 你确定吗 可是你的老婆昆琳 可不是这么觉得 昆琳前一两年我看到 你们家杰伦的好多宣传画 出镜的时候都好像特别有肌肉的那种样子 对 那个阶段非常短是不是 蛮短的 她现在的肌肉在哪里 都随着Halfway出身 慢慢也消失 不仅是老婆不帮你 粉丝们也是怒甩对比杖 更在演唱会现场举灯牌对偶像 这就是让小工具气得不要不要的 三位歌迷有做灯牌 不是做那种什么杰伦怎么样的 就是说杰伦你探过 他怎么真假的 那那那那 那你真没有安排 我看了我 我想把荧光棒直接往下投 接红小工具 小小气 比起大张伟的粉丝 你的粉丝可都算是温柔的了 要知道咱们大张伟老师 那对其人来可都是威风凛凛的 你都那么红了 你就不用再唱那歌了 你唱哪里不红了 你不出新歌了吗 新歌我演得那么红吗 唱一小苹果行吗 小苹果 你是我心中 对起自己来也毫不含糊 对吗 然后唱歌都还高了 能到你们唱哪里 没有 说得特别对 然后就是因为别的行动 人都觉得处理过 人应该活着 然后但是我个人认为确实不行 然后那个 遇到自己的粉丝 他可就怂了 上节目掉威呀 别家的粉丝都在给偶像 吶喊诸威 再看看大张伟粉丝的轻奇画风 见知识 不认知识呀 注意我们的安全 小心鞋 鞋带绑紧 鞋带绑紧啊 别流口水啊 确定不是反大张伟粉丝群体吗 不过最后小编想说 我们都领教过 吃生饭的可怕 也体会过红桥一姐的狂热 还见过各种 作得不行的粉丝 给自家偶像招黑 但说到底 素质高 三观众的粉丝 才是偶像的福气呀 不仅能帮偶像成长 还能给偶像 拉来不少路人好感 各路客观 你们觉得呢 老八天综合报道 谢谢啊 小金 我看你在这个朋友圈啊 发了一组 自己穿的这个潜水服的照片 我真的小心 跟你认识了这么久 我生平第一次觉得 你真的这么帅 这么女人呢 真的紫薇 你说对了 看到了美丽的海底世界 但是同时我要跟你说 我们也看到了 海底被破坏的情况 因为我们为了拍摄 最真实的画面 我们潜到了更深的地方 可是你知道吗 像我这样 就是说耳压不是很好的人 鼻腔都溢血了 而且我当时不是很知道 都是出来之后 检查素材 发现我的面镜里面 都是小 虽然说拍摄的环境很艰苦 我们付出了很多的努力 可是我觉得这一趟的行程 我觉得是值得的 我们可以换起更多的人 对于海底生物的保护 和海洋的维护 在这个权力娱乐的时代 各路小伙伴 为了能愚人愚己 那是三天两头 想鼓刀鼓刀点事出来玩玩 在滋滋不倦地 学习了许多新技能之后 有一些小伙伴 迷上了士兵剪辑 这个神奇的领域 而这些初级的剪辑党 往往是一群 想要安利自己偶像的粉丝们 你好美女 你好美女 可是屏幕都能感受到的浓浓爱意 这不是真爱又是啥呢 不过都说山外有山 人外有人 面对这样的初级剪辑党 有些人是不服气的 毕竟重新速到和平洁 可是有质一般的非议哦 你被遇到我才知道我自己是谁 你答应了 不巧 不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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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骗 我们很像 那份执着我很像 我们应该勇敢的 再勇敢的 去实现自己更像 真真是毫无违和感 难道这不是咱们的红雷歌和张艺兴合拍的新作品吗 不过这种程度的剪辑 对小伙伴们来说一点都不有趣 人家喜欢的是这样子的呢 你不要过来啊 孔子 你不能死啊 孔子 孔子 你说得死啊 孔子 孔子 你不能死啊 我困难没有孔子 你这个王位 更多管前去 进去 要过你的天真队 少废话 你要过来 你不要过来 那小弟笑的眼泪都要出来了好吗 但是这还不算完 不知道各位小伙伴是否还记得去年火了胡歌 京东 王凯 三位男神的内部电视剧《伪装者》 他们对着 你敢开枪吗 你以为我不敢开枪吗 你把钱放个架 我为什么要放 请大家记住证据的基调 因为看到下面这个视频 你可能再也想不起来 《伪装者》居然是一部谍战剧 上海 喜业 上海 喜业 名家 面粉厂 快铲了 上海 喜业 最大 变成场 名家 变成场 快铲了 名家小少爷 化天酒壁 不过飞 但是他丰富 老师 哦 你敢拿枪队 你敢拿枪队 你敢开枪吗 你敢开枪吗 你以为我不敢开枪吗 你把钱放架 我为什么要放架 钱把枪放架 强到我就放架 我把钱也敢开枪吗 你把钱放架 我为什么要放架 钱把枪放架 强到我就放架 你以为你敢开枪吗 哎呦呗 看不出来 三位这饶蛇说的还不错嘛 有没有考虑 组个饶蛇团体重新出道呢 当然啦 比起伪装者的火爆饶蛇 狼牙榜 则显得温情许多 毕竟人家是走 抒情路线的嘛 那么先生 是想选太子 还是选欲望的 我想选你 不言不合就创歌的节奏 还真是意外的合适呢 不过当接地气的斗地主游戏 和最近的热播剧 景秀未央结合在一起 会是啥感觉呢 你能想象得到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快点啊 都等着我花都谢了 火妥一个大写的福呀 但这还不算接地气的 你见过歌手碧昂斯 跳全国广播体操时候的样子吗 肩部运动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二二三四五六 过去运动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三二三四五六七八 十二三四五六七一 然而当剪辑大师已经不满足 只靠画面来找存在感的时候 能幻化各种人设的配音师们出现了 这样的神奇大道 并值得拥有 唐僧师徒四人 历经九九八十一难 终于在猴年马月 买到了最后四张春运的车票 回来了 当初因为世界那么大 我想去看看 我们才一路西行 今天我们回来了 向全国人民拜个年 恭喜发财 红包拿来 长年到江山带有才人出 各领风骚数百年呀 丑丑现如今活跃在剪辑界的各位大神 小编只能感叹一句 高手在民间呀 乐凡天 综合报道 观众回答好 正好给力波丽 还在你新品独家冠名播出的 娱乐凡天 各位好 我是金泽源 大家好 我是紫薇 小金你知道吗 我们女生啊 最爱护的就是自己的一头秀发 我要是一天不洗头 都觉得特别难受 但是啊 我最近居然得知 咱们这个陈妍希小工具 这样有整整十天都没有洗头 天哪 她不觉得她头发油腻腻的吗 你看你之后不知道了吧 让我来跟你说 人家是为了坐月子 为了可以更好地去 这个哺乳宝宝 就应该蛮辛苦的 这不仅是她 还有一个人 大恩斯 她也是非常喜欢自己的头发 你知道吗 但是为了宝宝 也是狠心地把竹花剪断了 所以我觉得 做母亲的人都是很伟大的 是啊 我也觉得真的是母爱 特别的伟大 这部咱们的这个秦海录啊 在拍戏的时候 都打着飞逼回心 看孩子呢 昨天电视剧《楼外楼》 在拍摄地湖州 举办探班发布会 导演苏州协主演 秦海录张夺 叶璇寻书道场 此次秦海录在剧中 挑大梁出演大商奶奶 面对命运的不公 仍能积极生活 人物角色命运 跌荡起伏 活距悲剧色彩 而现实生活中的秦海录 正享受着 三口之家的其乐无聊 这个我最开心的事情是 我最会叫妈妈 结婚生完后的秦海录 不管工作还是生活 儿子无意成了 她的生活重心 开中总要带着 孩子的海录见 此次因为条件原因 不得不将孩子 留在北京家中 自己还要时不时 打个飞滴 回家陪伴孩子 而影片的另一主演 燕雪与张夺 在最初开机时 互不相识的两人 经过几个月的磨合 已经是熟悉的 无法用言语形容的地方 两人更爆料 因为在房间里 对剧本的事情 更是没少地 现在我们对熟悉的程度 已经不可用言语表达 就是我们是经常 对剧本 对不对 但是呢 是三个人一起对剧本 这边松松了 看太太 我们三个经常在屋里 在一块聊天 然后住手中 我们在干嘛 做对剧本 小编点评 三个人保险系数比较高 乐凡天总和报道 环环来到玻璃 还在联系面娱乐显微镜的环节 答对问题呢 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奖品了 我们上期的正确答案呢 就是潘伟博 恭喜以上的两位朋友 可以获得的是 好吃好给力 波利还在一面 提供大力包一份 以及罗志强的 亲密签名的专辑一张 是的 今天娱乐显微镜的问题就是 比这个首饰的人是谁 只要你登陆关键官方微信 和官方微博 把正确答案告诉我们 就有机会呢 获得有好吃好给力 波利还点心面 提供的大力包一份 以及丁丁的亲笔签名专辑 等着你来索取咯 是的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民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咯 再见